眼前这个男人一觉醒来 竟然拥有了死神的能力 只要靠近谁,谁机会死 大家好,欢迎来到全联,我是穷哥 今天我要分享一部很有意思的科幻片 死亡半径 影片开场男主从昏迷中醒来 可他却什么也不记得了 原本他准备去路边寻求帮助 正好有一辆车子路过 可车子不知道为何 直接撞到了路边 等男主去查看的时候 才发现里面的人竟然挂了 这可把男主给吓了一跳 原本他准备打电话报警的 可最后却叫不出自己的名字 直到他发出了身上的身份证 才知道自己是谁 随后男主想要去附近的餐馆看看 可才进入到店里 里面的人竟然全都离奇死了 每个人都是眼睛放白 模样非常的恐怖 男主觉得外面肯定有什么可怕的病毒一类的 于是连满无助的鼻子 最后通过身份证上的地址 找到了自己的家 但对于男主来说 这个家也非常的陌生 此时新闻报道中 也在播报者 警方发现了离奇死亡的人群 原因还在调查中 此时一名人父路过这边 男主本想让对方离开这里 可对方听不清楚 所以一点点的靠近 没有想到最后竟然也挂了 看到这一幕 男主似乎想到了什么 于是他用屋外的乌鸦做实验 事实证明 只要他靠近 活无一定距离 对方就会死 不管是鸟还是人 意识到自己拥有了死神的能力后 男主非常的害怕 因为这些人都是自己害死的 原本他准备将自己隔离起来的 没有想到最后警察找上了吗 因为警察找到了男主的卡车 显然在男主失忆之前 肯定发生了什么 本来这名女警察想要过来的小屋这边查看一二 却被天上陆续掉下来的鸟给吓坏了 深夜屋外来了一名女人 而这个女人也是根据警察提供的一些线索 找到了这里 因为她坐在男主的卡车里 但两人都失忆了 也就是说我不认识你你不认识我 但他们原本可能彼此是认识的 可奇怪的是女主靠近男主却没有任何的事情 也因为女主的到来让男主想起了一些记忆 他突然记起了一个地方是一座桥 两人似乎来过这里 等他们抵达这边 女主也记起了一些事情 但因为只是零星的片段 所以他们还是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于是两人决定前往女主当初醒来的地方 也就是他们发生车祸的地方 没有想到这里见了一个巨大的黑色圆圈 男主在这里又想起了一些事情 男主还说那些人因为我而死 这让女主非常的害怕 就在此时一名警察路过 看到男主女主在争执下车问话 又正好认出了男主是新闻报道中 寻找的那名卡车司机 警察本想问话 可女主走得太快超过了一定距离 最终导致女警直接挂了 也就是说女主和男主再起 这边的人都没有事 一旦他们分开 男主就会变成比死神还恐怖的存在 原本他们想去医院看看 男主的身体是否出了问题 可警察后才发现根本没啥事 一切都很正常 就在此时警察追到了这里 在逃亡座 女主意外发现一张寻人启事 这个人好像是自己啊 这是什么鬼 也就是这么一个人生 他和男主分开了 男主也差点害死了整个电梯内的人 无奈之下 两人只能继续逃亡 可他们能逃到哪里去呢 最后女主在广播中听到了自己丈夫的名字 原来她结婚了 丈夫一直在寻找自己 毕竟两人在监控中 这样跑来跑去 想要调查身份真的太简单了 为了弄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女主决定和男主一起去找丈夫 当然丈夫一开始并不相信男主的鬼话 觉得什么死亡半径都是瞎扯的 直到他亲眼看到了这切 也从丈夫这边 女主知道了那个学龙骑士中的人是他的姐姐 姐姐失踪了 女主一直在寻找 可都未找到 两人因为这件事情经常吵架 那天晚上女主本想跳河 却被路过的男主给救了 男主也临心记起了 自己在湖边有一个小屋 翻越地图后 确实有这个地方 他准备和女主先去那个地方躲躲 没有想到吃醋的丈夫 竟然偷偷淋下了警察 两人现在那时逃物可逃 最后被警察给抓了起来 但警察可不信什么 将两人分开就会舍的说法 结果呢 外面的人都挂了 丈夫知道自己做错了 让男主和女主先离开 男主很好悔 自己害死了这么多人 途中他们在新闻中看到了闪电异象 再联想到当初那个地方被烧黑了 难道男主身上的这种能力 就是那时候来的 可现在的他 根本不记得事情的始末 很快 两人就来到了湖边小屋 男主因为心情不好想去湖边转转 他本来希望寻求专家的帮助 可专家最后是否会把他们当成小白鼠 谁又知道呢 而女主则在路子里意外发现了本日记本 里面夹着很多失踪的人 甚至还有她的姐姐 而男主在划船的时候也渐渐想起了一些事情 原来那些失踪的人都是她害死的 女主的姐姐被她滴入到湖里 原来当初的男主想要顾忌从事 却被女主给察觉了 最后车子发生了车祸 然后正巧又被那道鬼的闪电给批中 失去了记忆 男主更是拥有了死神的能力 知道正下后 女主想要干掉男主 可他却下不去手 男主知道这一切也无法接受 自己竟然是这样一个坏人 等两人回到小屋 没有想到却被火轮给跟踪了 就在双方僵持的时候 男主想要走远点 这样就可以干掉这些人了 但女主却说不要 没有想到最后这火轮 竟然打转了女主 为了救女主 男主只能将她送完医院 可疾就是她进不去 如果他妈分开 医院的人都会死 最终男主结果的自己 一方面是为了帮助女主 另外一方面是因为 她无法接受这样一个自己 或许人只有失忆后 才会重归善良 可知道了自己的过去 又有几个人能够接受呢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分享下期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